10月13日晚 Celina 任家轩 写安琪 吴克群 陈杰宜 林凡 琪琪 现身盛海 出席某品牌举办的粉红丝带公益音乐会 现场多首经典好听的歌曲 也是轮番被演绎 让观众们沉浸于音乐的美好世界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其他人带来的那些耳声梦响的励志歌曲 Celina则特别现唱了一曲 自己从来没有在公开唱和唱过的歌 重做一个梦 不一定要放门 不一定要起门 暂停人生换一个晚 就算是风吹了我的梦 再不能触摸 就算方向变不通 重做一个梦 天使会被降临 曾经的烧伤意外已经过去 重新振作重回舞台的Celina 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祝福 其实我特别选了一首 是我从来没有唱过的歌 所以我其实也记不太得 那时候 因为那张传统是我的EP 就是在我出院后 然后还没有付出钱有一张EP 那那首歌大家比较 那张传统大家比较知道是爱我的每个人 可是里面有一首歌是王力宏写给我 然后是康永哥 蔡康永特别帮我写的词 要重做一个梦 我觉得这首歌 针对这次的活动更适合 因为她不再只是 就是只有悲伤只有难过 而是还是鼓励自己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还是有机会 跟有希望可以重新再做梦 像我自己就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在唱这首歌 我就觉得很棒很开心 充满着祝福的歌 如今SHE三姐妹也是各忙各的 虽然暂时没有合体出专辑的计划 不过Celina坦言自己正专心在主持工作上 至于大家关心的宝贝计划 Celina则腼腆地表示顺其自然 就顺其自然 是 谢谢关心 相互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 10月13日晚 Celina任家轩 谢安琪 吴克群 陈杰宜 林凡 起起现身上海 出席某品牌举办的粉红丝带公益音乐会 现场多首经典好听的歌曲 也是轮番被演绎 让观众们沉浸于音乐的美好世界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其他人带来的那些耳声能详的励志歌曲 Celina则特别献唱了一曲 自己从来没有在公开唱和唱过的歌 《重做一个梦》 不一定要放大 不一定要起门 暂停人生换一个晚 曾经的烧伤意外已经过去 重新振作重回舞台的Celina 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祝福 其实我特别选了一首是我从来没有唱过的歌 所以我其实也记不太得 那时候 因为那张转集是我的EP 就是在我出院后 然后还没有付出钱有一张EP 那首歌大家比较 那张转集大家比较知道是爱我的每个人 可是里面有一首歌是 王力宏写给我 然后是康永哥 蔡康永特别帮我写的词 要重做一个梦 我觉得这首歌 针对这次的活动更适合 因为它不再只是 就是只有悲伤只有难过 而是还是鼓励自己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还是 有机会跟 有希望可以重新再做梦 像我自己就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在唱这首歌 我就觉得 很棒很开心 充满着祝福的歌 如今SHE三姐妹也是各忙各的 虽然暂时没有合体出专辑的计划 不过Celina坦言自己正专心在主持工作上 至于大家关心的宝贝计划 Celina则腼腆地表示顺其自然 就顺其自然 是 谢谢关心 小虎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